有些时候我们可以定义多个师徒解析器 这多个师徒解析器它都齐作 它都齐作,那怎么定义呢?大家看看 我考虑这个,20 Oder,怎么写来? OR,就OR是吧?怎么看着它这么别扭呢? 好,看着啊,现在我这里边用的师徒解析器是谁? 是不是这个? Resource bundle 是吧? 我现在再添加,再加一个 再加一个谁啊? 这是不是Charmel的? 这就是个数字解析器吧? 数字解析器一,数字解析器二 诶,我怎么考虑 诶,我怎么考虑 是Source bundle 哦,应该考虑它呢 好,这没问题了 答案,我把它拷贝了 我还得是不是拷贝这个啊? Charmel文件呢? 这Charmel也放进来 嗯,你注意啊,这有俩 俩师徒解析器 现在,我为了演示这种效果啊 我把我的视图改一下 改成什么? 嗯,内部资源就还在那儿放的吗? 或者这个就不要了 就删掉它了啊 我这儿,这也不要了 我这个叫e- 嗯,call 那个这个店,店子商务 e-comic,是吧? 叫什么呢? 我看看我点起的名叫什么呢? 嗯,我得试图起的名 e-commerce,是吧? e-commerce,咱们就起这个名 e-commerce 你注意啊 我这Charmel里边 e-commerce对的是谁? 淘宝啊 电子商务嘛 电子商务平台 这对的淘宝 然后呢,再看看 这个内部资源的删掉 这个也删掉 我 properties里边 对的e-commerce是谁? 京东 这俩不一样啊 那,现在 我要挑战到哪? e-commerce 要挑战到e-commerce 那你说他现在会挑战到 淘宝还是京东 会挑战到淘宝还是京东 错了 哪也不会挑战 因为我改错了 应该改20是吧 我改到19里边了啊 是吧? 这就对了啊 好 那现在 他会挑战到哪呢? 我看这改错了没有? 一下 这改错了 是不是啊 我得把这个拷贝下来 把它拷贝下来 我得改一下啊 这样 这样 这个删掉 哦 这还有一根 是吧 好 这次没问题了 是吧 再看这个没改错吧 哎 咦 这个 怎么跑这儿 都能做了 是吧 先拖过来 来 这没问题了 是吧 好 关了 所以你打开一次 这是俩 然后 这个 没问题 这个 没问题 好 就是他 回到哪儿啊 回到淘宝还是京东 你注意 所以他里边放的是京东啊 Properties里边放的是京东 这个里边是不是放的淘宝啊 走 到京东了 他为什么到京东了呀 和这个有关系吗 这儿 这儿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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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奴的地方是 看着 看着 我给这儿 重新卖点路啊 走 到哪儿了 到淘宝 那也就是说 这儿的这个东西 是不是和他 加载的顺序有关系啊 是不是 所以 你放前面 我就要先加来你 只要找到了 我是不是后边这儿相当于 后边这儿不找了呀 我这种不好 这种 有个前后 我这样不好 能不能设置呢 可以啊 这儿 你看 有个属性叫 order 整形的吧 是不是整形的呀 order 我给他设个 3 order 好过来 我给他设个 1 好 他21 他在后边放的 是不是 他23 他在前面放的 这个是淘宝 这个是京东吧 慢点 走 到哪儿了 要淘宝了吧 那说明什么 这个order啊 这个order 是不是设置他的优先级呢 设置顺序的 顺序吗 数字越小 优先级越高 数字越大 优先级越低 它这个整形数 但你注意 要求它是 大于零的 要求是大于零的 如果 你设置的是零 或者小于零 跟没设置一样的 如果不指定 这儿 有指定的 有不指定的 有不指定的 有限级是最低的 所以 如果有多个啊 如果你定义多个 试图解析器 一般情况下 我们会再来的增加一个试图解析器 当然 你不一定使用 前对后对啊 你不一定使用它 而且 这个 一般我们不指定 它的 原级 让它的原级是 最低的 如果你有多了 一般文会 把它也加上 然后呢 让它 原级最低 其它 原级可以拍它 那 这就是我们说的 仕图解析的 原级